为了提升重庆市场摊位标示以及未来争取提升市场优良市集心等等 花莲市公所就特别制作了市场内273个摊商的横向招牌以及小圆招牌 这样的改变让重庆市场是变得明亮清新 摊商和消费者都十分称赞 走进花莲市重庆市场看到明亮的小圆招牌还有横向灯箱 不仅用鲜艳颜色区分摊位类别 还有编号让消费者找寻店家更准确 这样的装设让摊商和财买民众都十分称赞 招牌是整体化 然后美观 让消费者可以认清各摊的店的位置 你觉得对你们应该多少有帮助吗 对 还蛮喜欢的吗 它有编号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以前办活动很多人 然后就是找不到摊位可以买什么东西 然后它现在这个就都很方便 几号几号他们就跟你讲的 对这样就是很方便 很方便哦 那你有看到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有整齐啊 整齐啊 那个标示也蛮那个蛮蛮清楚的 清楚的 你觉得这个创意还不错吗 对 你觉得这样子装这样子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好像辨识度都有 辨识度比较清楚一点 辨识度比较清楚 辨识度比较高 辨识度比较高 对 太有知己了 没错啦 新做了这个啊 感觉怎么样 就变得比较整齐 对而且辨识度比较高 对还不错 是 市长渭嘉燕20号上午特别前往视察 招牌装设情形 他强调会持续改善传统市场 软衣体设备 吸引人潮来消费 在我们之前争取了做一堂招的一个经费之后 那我们今天也竣工了 那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通透性跟我们明亮度也提高了 那我们整个堂招做出来之后 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一个市场的消费者 那可以更了解 我们用颜色来区分 那有卖鱼 有卖肉 有卖菜 有卖一些商行 或是一些面包等等之类的 都有用颜色做一个区分 那也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那可以 也是希望说 如果能来到市场消费的人 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要去哪一摊 那我想 其实 未来我们在重用市场的一些建设 我们会 给予很多我们意见的人 我们会尽量的采纳 那包括 之前地震的部分 我们也尽量 边经费来做一个修缮 未来也希望说 大家来到市场 传统市场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选择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市场所的所长 那所有同仁 以及我们爱玲主委等所有的委员们 那大家都非常辛苦度过这次的一个难关 那我想 今天谈招做好了 我想欢迎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一同来重用市场消费 市场所所长邱信都补充说明 这一次招牌设计是依据摊商营业类别规划不同颜色 蔬果类是绿色 肉类是橘红色 海鲜类是蓝色 生活类是黄色 每个摊位都还有编号 让消费者购物更清楚又方便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